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东地区愈发紧张的局势 特别是围绕以色列 伊朗和真主党的最新动态 即使伊朗选择不直接报复以色列暗杀行动 真主党仍然准备发动攻击 以报复其二号人物的死亡 以色列国防不长也警告黎巴嫩民众 真主党的行为将导致以色列的全面反击 美国方面则积极部署防御性军事资产 以备不时之需 这一切都昭示着中东局势可能迅速升级 让我们拭目以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中东这片长期动荡不安的土地上 黎巴嫩的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局势 再次达到废点 这一最新的危机 源于一系列高调的暗杀事件 引发了一连串可能会影响整个地区的军事和政治反应 真主党的怒火与报复计划 真主党一个受到伊朗强有力支持的黎巴嫩武装组织 正在计划对以色列发动攻击 即使其背后的支持者伊朗选择不直接报复 根据美国官员的消息 即使伊朗试图避免直接挑起冲突 真主党仍可能会毫无预警地发动攻击 以报复以色列 暗杀其二号人物弗阿德·舒克尔 舒克尔是真主党的核心人物 他的死对该组织来说是一大打击 真主党的领袖哈桑·纳斯鲁拉 感到有必要为他多年来的朋友和顾问报仇 这一点由特拉维夫国家安全研究所的西马夏恩所指出 夏恩表示 纳斯鲁拉的个人情感使得真主党更加坚定地寻求报复 而这一消息最早由CNN报道 据称消息来源熟悉相关情报 在这个背景下 美国的一位高级军事官员对媒体透露 伊朗已经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来接发动攻击 但尚未完成所有准备工作 另一位消息来源则强调 真主党可能会在几乎没有通知的情况下行动 因为其导弹发射器与以色列之间的距离很短 完全有能力迅速发动袭击 暗杀事件的连锁反应 这场暗杀事件始于哈马斯恐怖组织的领袖 伊斯梅尔·哈尼耶在德黑兰访问期间被暗杀 他当时是为了参加伊朗新总统的就职典礼 而随后真主党的创始成员之一舒克尔也遭遇暗杀 这两次暗杀事件使得该地区的局势进一步升级 真主党和伊朗都表态将进行报复 但并未透露具体方式 纳斯鲁拉在一次演讲中表示 对其反应的模糊性本身就是对以色列的一部分惩罚 已经导致数百次国际航班取消 以及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显著下降 伊朗则表示将在 合适的时机进行 报复 但同时强调不希望将事态升级为全面战争 以色列的应对措施 面对真主党可能的报复行动 以色列也在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 加兰特向黎巴嫩人民发出警告 强调以色列寻求 北部边界两侧的和平 繁荣和稳定 而真主党则 将黎巴嫩及其人民结为人质 加兰特表示 以色列不会允许真主党 破坏边界和地区的稳定 如果其侵略行为继续 以色列将全力以赴地对抗它 加兰特引用了一句阿拉伯谚语 玩火者必自焚 他还警告说 敌人试图通过心理手段 散播恐惧 讲故事和恐吓 并且要听从国土防卫司令部的指示 这是权威 他们应该这样对待公众 美国的角色与国际压力 美国在这一局势中 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美国犹太国家安全研究所的 外交政策主任乔纳森鲁赫指出 如果以色列认为 真主党的攻击会很严重 尤其是 如果它是多方面进攻的一部分 那么以色列进行先发制人的可能性会增加 鲁赫进一步分析 如果真主党发射精确弹药和大量火箭弹 以色列就越有动机 在其发射前摧毁这些能力 这可能意味着 对黎巴嫩境内真主党发射器 和指挥控制资产进行空袭 伊朗方面 由于其高调的恐怖代理组织领导人 被暗杀而处于困境 但也在重新考虑其计划 来自美国的直接军事威胁和区域压力 使得伊朗可能会选择更谨慎的回应形式 美国中央司令部Sentcom 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布消息称 空军部署了F-22猛禽战斗机 作为在该地区的部队姿态变化的一部分 以应对伊朗及其支持的团体构成的威胁 多方博弈与未来走向 这一连串的事件和反应 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 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的对抗 不仅涉及这两个直接参与者 还牵动了包括伊朗 美国在内的多方力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场博弈的结果 将对中东地区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 当各方力量在这片土地上进行决力时 普通的黎巴嫩和以色列人民 将继续承受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摆荡 在这片古老而充满矛盾的土地上 每一个决定都可以成为改变未来的契机 也可能是进一步陷入混乱的开端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让我们从头开始吧 真主党想要攻击以色列 简直就像小孩子想要挑战摔脚冠军一样 真主党的导弹射程短 技术落后 与以色列强大的国防力量相比 简直就是鸡蛋碰石头 就像三国演义里的张飞 虽然勇猛 但单靠蛮力还是无法击败诸葛亮的智慧 现在的真主党缺乏的正是那份智慧与策略 而且美国早已部署了航空母舰和F-22猛禽战斗机 真主党敢动手 就是找死 楚天书 你这说法未免太过天真了吧 以色列再怎么强大 也得承认真主党的存在就像哈利波特里的伏地魔 虽然看似被打败 但总是死灰复燃 更重要的是 真主党背后有个大BOSS 伊朗 你可以说真主党的导弹技术不先进 但他们的战术灵活多变 加上伊朗的支持 真主党确实有能力对以色列造成重创 2006年的战争中 以色列就没有完全消灭真主党 这可是历史教训啊 谢奇奇 你的幽默感确实不错 但现实却不是那么简单 真主党再怎么像伏地魔 也改变不了以色列强大的防空系统和情报系统的事实 以色列国防军IDF 不仅有先进的铁穹反导系统 还有强大的空袭能力 就像美国队长里的盾牌一样 无论真主党的攻击多么猛烈都难以突破以色列的防线 而且真主党的每一次进攻都会让黎巴嫩百姓遭受更多痛苦 就像蝙蝠侠里的小丑 每次搞破坏受害的都是无辜市民 楚天书 你这样说真是少见多怪 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固然强大 但真主党可不是玩具士兵 他们的导弹数量足以淹没铁穹系统的防御能力 就像魔戒中的半兽人军队 虽然单个实力不强 但数量庞大 集体进攻下 连最坚固的城堡也难以抵挡 再加上真主党的游击战术 以色列的空袭也未必能够完全消灭他们 每次真主党的突袭都能让以色列措手不及 更何况背后还有伊朗这个大靠山 好吧 谢其器 你确实对真主党的战术有些了解 但不要忘了 以色列可是星际大战中的绝地武士 拥有强大的情报网络和技术优势 他们能够在战略上精确打击 消灭真主党的核心领导层 伊朗再怎么支持 真主党的行动依然受到严重限制 而且美国的军事资产已经到位 一旦真主党发动进攻 那就是自取灭亡 就像钢铁侠里的反派 再怎么嚣张 最后还是得被正义之师镇压 楚天书 你也别太自信了 就像权力的游戏里的龙妈妈 真主党也有自己隐藏的力量和策略 他们的地下隧道网络和藏匿策略 让以色列难以根除 而且 伊朗的支持不仅仅是物资 还包括情报和战术指导 以色列的技术优势固然重要 但在真主党的游击战术面前 也不一定每次都能奏效 过去的多次冲突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这场斗争还远未结束 变数很多 谁胜谁负还真不好说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